鴕鳥在柵欄裡走來走去 吸引民眾站在一旁觀看 院區內還有天鵝 鸚鵡等各式各樣的鳥類 就是在南投的知名鳥類動物園 民眾走春帶家人來看動物 不過卻有人走出一肚子漆 民眾在臉書上發文說 剛出園區六歲的女兒和八十多歲的媽媽 突然想上廁所 想要再回園區內借廁所 但卻在入口處被服務人員拒絕 要求他們要重新買票才可以入園上廁所 入園上廁所要重新買票再花五百多塊 讓劉先生氣得直呼是在搶錢嗎 對此原方出面解釋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你到外面的廁所來上 並沒有說態度不好 拒絕他進去 都沒有 原方表示購標處都有清除寫上標示 如果出園後想要再入園 可以在出口處蓋戳章 但日憑戳章就可以再次入園 但民眾出園了沒蓋戳章 導致無法再入園 澄清園區外也有設置廁所 並沒有刻意刁難遊客 華益新聞林佳琪憲宗 朱大翔 南投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品薛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嗎 一定要趕快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